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局部比例的和子图 首先做一下解释 子图指精灵图中一部分是一系列保存在同一个图像文件中的图像 当你有数量庞大的图像 但不想处理那么多图像时 精灵图就能派上用场 局部比例的是为了获得单独的图像 你必须能够剪切出你想要的那部分 单从正义上来讲可能会不太明白 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些这个图 首先我们可以用sgl加载出一个图片 是我们如图所示的第一个 但比如你想重复利用第一个这个颜色的图片 你可以用局部比例的和子图的扩展功能 然后将它剪切出来 然后使用相应的函数 然后将它展示在一个新的图片上 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白色的背景上是这种图片 但是你会发现这有轻微的浅蓝色 然后这就需要用到我们上节课所学的东西 关键色 在这节课中我们所学习到的局部比例的和子图 主要就是将一个图片中你想要的部分剪切出来 然后用一定的方法得到我们想要的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看一下 首先是这样的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通过局部比例的和子图的功能 将它做成了 将它分成了四块 然后分别做了标号从零开始 因为到这里面我们将要用到数组 数组的起始标号是零 然后做成了这个样子 接下来我们可以利用一些相样的功能 然后把它展示在我们想要的背景上面 然后这个是把它们四个分别展示出来 然后这个是只是展示了二这个圆圈 关于如何实现 我将在代码中详细为大家介绍一下 接下来我将教大家如何实现 我们刚才在PPT中所讲的那些功能 首先我们看到 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代码 前面是它的头文件 分别引用了一些库文件 然后接下来我们定义了我们的长宽还有像素 接下来我们定义了两个表面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实现的结构体 然后在这里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是在精灵图中将要比例它的部分 这里我们首先是定义了一些全球变量 其中包括了和我们以前一样的窗口 实现 我们还看到了一个点表面 它是一个包含了所有点于图的精灵图 这里面包含了sdl rate的一个数组 数组里面有四个元素 它四个元素分别包含了四个点子图的坐标大小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openlight server 我们可以看到和我们之前所学的大体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加了一些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最后我们加了sdl rate的一个指针 它指向空值 其中新的参数是一个叫做剪切的函数 剪切的函数结构体 它正义了表面中需要的比例它的矩形区域 而在这里我们设置了设置它为摸认值空 所以它跟我们之前 就是把它去掉的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能够在比例的原表面中有剪切结构体所定义的区域 然后我们看到这是圆 然后这是目的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坐标 之前我们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是将这里面设为空值 而在这里面我们接收了接收这个就是剪切的这个值将它接收进来 在这里面我们就解决了我们在之前课程中 为什么把这里面设置为空的原因了 是因为在前些课程中我们只需要把整个表面加载进来 而要将它设为空值 而我们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剪切出一小部分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们将它设置了一些其余的参数 大家会看到这里面我们设置了一个布尔值init 在init的这个子函数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sdl init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机械课中没有为大家详细介绍的内容 在之前我为大家说过了sdl init是sdl的装载函数 sdl的其他函数想要能实现 必须先经过这个函数的装载之后才能够正常使用 而在这里面我们将它作为了一个子函数 因为它所返回的值只有0和1 所以它是布尔 所以设置为布尔变量 如果成功的话 返回值为1 如果不成功的话 返回值为-1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sdl set video model 我们分别将那些屏幕的大小宽还有像素传输进来 然后让它返回到屏幕上 然后这里面是我们所要加载的图片 我们所要加载的图片是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先让这个图片展示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它展示的图片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继续我们的课程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clean up 在之前的学习中 我们是将clean up在我们的主函数里面的 它分别是清除 清除我们刚才所执行完的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定义的是指针 指针变量在结束的时候需要把它清除 出内存 然后我们将释放表面还有退出都放在了这里面 之所以这样放的话是为了让我们这些结构显得更加清晰 我们将所有的功能作为子函数放在主函数以外 当我们想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主函数里面掉用 就不用重复的再写它了 只需要改一下参数就可以 在这里面就进行到了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大家在pvc里面已经看到了 我们将那个图片分成了四份 分别负为0123 它分别为数组的四个 在这里面我们分别跟我们分别根据它的位置 将它剪切出来分别有四个 然后为大家展示一下 然后这个代码大家比较熟悉 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用的 就是在比例的时候我们要 在比例上的课中我们有一个叫做优化 在优化的时候 我们用到了oplazapher这个功能 它是运用到了图像加载优化 然后之后展示出来 在这里面我们分别在这里面 就是如果没有后边的话 它将展示出整个图片 然后我就可以跟大家跟这个对比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在后边没有加载我们那些数组 然后它展示出来的是整个图片 就是把整个的这个dots 这个图片展示在screen上面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分别在到后边 分别取我们想要的那部分展示出来 停 大家可以看到 展示出来了 然后因为我这几面设置的都是一样的颜色 因为为什么颜色一样的 是因为我设置的那些数组都是二 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改成一的 它的第二个位置就会改变 改变成我那个图片里面 定义为它简介出来为一的部分 这些就是实现比例的一些 举步比例的一些方法 大家会看见我们的背景是灰色的 黑色的 然后大家可以 之所以是黑色的 是因为我们用到了这个sglfairrate 将窗口自动填色 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在另一个 这个函数的作用 是将我们的第一个参数定义表面 并在第二个参数定义区域 使第三个参数定义的颜色填充进去 在这里面我们把它的颜色 定义为000 分别是黑色 如果我改成255 它就会变成白色 然后关于如何取得这三个数值 是跟我们上写课中关键色里面的RGB 是一样的 然后大家会看到 我们的第二个 第二个参数 其实就是将我们的颜色 映试到它的整个表面上 这些就是我们关于如何实现 举补语的和紫图的一些方法 在这里面我们也用到了 我们在上节课中所学习到的关键色 大家会看到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我们将我们上一节课中所学习的关键色是将这个函数单令的提出去 单的提出去 然后我们运用到了一些定义方法 定义方法在这里面我为大家稍微的总结了一下 然后这也将会随着课件一块上传上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就是我所讲的代码内容 在这节课与上节课中 我们学习到了比例的区域功能 包括关键色的处理 与紫图和局部比例 希望大家可以把之前学习到的内容巩固一下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学习这两节课中 已经用到了我们之前比例的一些常用的流程 所以咱们的课程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 如果大家对课程有什么疑问 可以发键告诉我 说一下课程准备 在下一节课中 我们将去遇到SGL中的字体 请大家上这个网站 下载一下SGLTTF这个文件 对于自己的配置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它的配置是跟SGL image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在下一节课中 我将为大家做一下演示 谢谢大家的观看